同志现象的感激 5月13日一大早 台湾桃园法轮功学员 分别在著名景点慈湖跟虎头山 举办法轮功红团全球20周年的活动 并向大陆游客传递中国真相 台南地区400周年法轮功学员 在台南市区进行产业活动 雄壮的古号升约中 天国乐团引领着队伍兴兴 有振奋人心的妖鼓队 天女队表演 以及练功队传现着法轮功的功法 吸引了许多台南市民的目光 很想犯了 很想犯了 芬兰法轮功学员也来到市中心滨海公园 庆祝法轮大法洪传20周年 是两年洪顺大法律庆祝 因为我以前得了十多种病 内奎养25年 内奉寺也15年 通过学法经过十多45天就全身性 修炼法轮功的小弟子组成合唱团 要将歌盘献给母亲 也献给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傅 除了合唱与彩切 还有文艺表演 许多余会的来宾不仅带来祝贺 也感到温馨的一面 并向李洪志大师祝贺 我们洪传了二十年后 那我们希望他能够继续另外一个二十年 很多二十年两百年都有可能 那希望只要有人类的地方 做法轮功好不好 好 以注重自我道德的提升 教人向善 不求名语力 看似简单但却不容易 大法洪传20年 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真相 与法轮大法学员一起庆祝大法的开船